生命中最难忘的一顿卤肉饭 哇就是60多年来吃的最好吃的一顿 80年80年 大家好我是大成哥 现在我在青麦 我们是开了一个多小时车 来到了青麦周边的一个山谷里边 来看看我的卧室啊 这就是我的废带和床垫 今天就住这儿了 还没有介绍今天那个露营的朋友们 啊 还有点温良贤德的Stephanie 嗨 什么什么什么 说了一个字是什么字 怎么终于有人对我的评价这么的严谨 一概且一语重地 你对这个评价很满意吗 当然 助理帮我听一下正在 哇 这皮怎么还扔了呢 怎么乱丢垃圾 天哪人设崩了 思南是什么人设 请 请点时间 我是一个普通人 吃苦奈劳 现在要吃卤肉饭了 呃就是 我昨晚制作的这个卤肉饭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呢 是你做的吗 我听说是人家做的 哎呦 哦你做的 你做的太好吃了 简直是 具体是怎么好吃吗 就是我人生生命中最难忘的一顿卤肉饭 哇 就是60多年来吃的最最好吃的一个 80年80年 嗯 你保养的挺好呀 未来80年也一定是的 哈哈 哎呀做这个卤肉饭很麻烦的 要提前一天准备 具体准备什么来着 肉 呵呵呵 和爱是吗 体会到你最有的爱了 嗯 要不要放几个咖啡豆给你装一下冷面 就能拍到吗 放这吧 多少度啊现在 来 扫一下 93 94 95 5 大理就是最多能到93 哦 勉强到93 92 这面到98 最至少 对 这个泰国这个营地啊 他这个设施其实搞的还是不错的 比如他在河边还有放了这种 这种网 可以站在上面或者坐在上面 蛮舒服的 我们体验一下 哇 还挺软的 哦 哇 看看前面的水 哇 完全想不到啊 就这样一个荒郊野外的露营地里边居然还有热水能够 洗澡啊 天呐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哪里来的贵夫妇不开心 妈妈不用再拍了快来帮我走